小和今年27岁,做外卖员有三年了。 4月29号晚上,他在饿了吗平台上的 同乡咬进羊肉面馆杭州上沙店,点了一份羊肉面。 小和说,吃完两个小时左右,就感觉肚子不舒服。 晚上就跑了,可能有五六次厕所, 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头痛啊,脑脏啊。 第二天下午我就去医院做了检查, 然后急性肠胃炎嘛。 医生就说吃坏东西,你吃什么了。 小和怀疑和那份羊肉面有关。 他说,第二天始终没有胃口, 一直睡到下午也没有好转,才去了医院。 医药费花了一百多块钱,他希望由面馆来承担。 没吃过别的东西吗? 这中途再没吃过了。 那其他饮料啊什么之类的呢? 饮料没有,我就都是喝的那种大瓶的桶装的那个矿泉水。 哦,那这个东西它辣不辣的? 这个东西不辣。 也不辣的,对辣椒吃完也不会辣的? 不会,我老家四川的嘛。 那为什么美团呢会去饿了么群天上点这个餐呢?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在在线的话啊,如果在就是用那个自己的美团下单,用了美团下单的话,如果你接到正好接到这个订单,然后你如果接到这个订单就会罚款五十,就是因为怕你虚假配送,就虚假刷单了。 哦,刚好你自己点,然后自己又在自己的配送范围之内。 对。 本身也要去这些饭店里面的嘛,就没想到在那个路上吃的。 太累了嘛,就想就是早点回家,就是洗个澡,然后躺在床上。 小和说,他一天要送六七十单外卖,跑了一天非常累,到了晚上,自己也享受一下点外卖的感觉。 小和的急性肠胃炎真的跟这份面有关吗? 面馆老板娘说,店里生意不错,当天没有其他人反映过问题。 他带记者和小和看了厨房和仓库。 你看我这个羊肉是不是新鲜的,我要拿给你看一下。 我每天羊肉刚说过的,你自己看一下。 我又不是有割业,又不是干嘛的。 自己也天天吃呀,你自己家吃饭,你是不是要生病? 你不要说吃别的,就你一天三天,自己家在家里吃饭,你是不是要生病? 这有种可能性,是吧? 对啊,不要说它一个有第二个法,我都承担。 因为没有,从来没有过这样的。 你看我的羊肉,下半夜烧的,这下半夜烧的,等下老板过来,那个羊我是没办法做。 老板要来,老板多,你可以拿这个东西去化验,如果与我这个有关,我可以承担。 没有这个,你说空口无凭,菜把素菜里面摘,我还没洗。 我每天都是新鲜的,你说就你一个人吃生病。 饿了吗平台上,这家面馆上线了阳光厨房,但摄像头的角度似乎有点问题。 老板娘表示,他们家的厨房都是开放的,肉就在锅里,东西有没有问题,时刻一进门就能看到。 小和说,他很少接到这家面馆的配送单。 跟店家没有矛盾,不至于为了一百块钱的医药费来冤枉对方。 再说你是仇天吃饭,你要说他吃了,当时不行了,去医院就简单。 哦,这吃这个羊肉面食物中毒,这个我可以证明。 小和表示,他已经把事情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,会等调查结果。 要不要把黄青眼记住报道。